這個今天藍綠兩黨都要開黨團會議了 那黃國昌呢 當天晚上就要場外學生說清楚說 哪一條您看得不開心 我心想說他現在沒有在care小草小蔥 現在只care小富嗎 這個就是十年前 國民黨怎麼對付這些學生 就這句話 胡茂通過你們外面哪一個不開心 哪一個不開心 胡茂通過你們外面學生哪一個不開心 黃國昌現在當上立法委員 就拿這句話回頭跟那些學生講說 不然你們一個不開心什麼 就一條不開心 這個條文是再修正動議 當然沒辦法一整天運好 當天運好 每一個立法委員分一分 最好要黏吧 要拿出來黏吧 黏到台灣人聽吧 黏那些時間是怎麼可以 都不能黏 頭頭的黏 頭來暗去心裡默念 你是在默的喔 黏炒那麼困難嗎 就是那天拚要十二點都要拚 拚好過嘛 連黏就不可以黏嘛 這就是國民黨 這是韓國的 下路下去 然後大家問說那版本在哪裡 條文在哪裡 那天為什麼五一七問 才有十二星 因為那些學生在網路上找不到條文 找不到條文看網路直播也聽不到條文 你說網路找不到好 你萬一作業程序跟班人沒辦法上網 黃國昌你可以貼在你的臉書啊 你有貼嗎 你有貼嗎 那個版本誰知道 那版本只有黃國昌跟翁曉靈的助理知道啦 黃國昌自己打電話了啊 你們國民黨的助理到底是誰來跟我對一下 然後最後前一天晚上 跟他問最高機密 標決進行大家才有啊 大家才有一分啊 我說我剛才會說國民黨的理會 站在上面連看都沒看過啦 那天過幾點都搞不清楚啦 不要糟糕啦 搞不清楚外面還是搞不清楚 欸 學生問一下都不行 黃國昌你現在是怎樣 你當立委厲害了 哈 厲害了 十年前你怎麼罵國民黨的 半分鐘怎麼來了 國民黨黨是怎麼惡性的 你一塊怎麼嚇的 你現在咧 現在換你 教訓這些學生 哪一條你不高興 你強起來就對了啦 黃國昌你現在強起來就對了 5月21號明雅仔 很多機會 現在就在韓國瑜一念之間 黃國昌你就是無通過了 沒辦法把阿強交代了 都沒辦法交代了 沒辦法啊 來 大家照顧來 一支一支黏出來 給民進黨的發言 說給社會知道說為什麼民進黨反對這條 反對對一支 反對說什麼廟室國會不可以露兵阿伯來 社會的老人會叫社團 還去讓我們調去 那裡面一個誰呢 社團呢 團體呢 社會有關係人士呢 什麼叫社團 老人會的社團啦 社會發電腰的社團啦 大家會不會 不是那麼大陸的國民黨 就叫國民黨的理會 叫來啦 法教就這樣寫了 他說沒有啦 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這麼嚴重 就像提案人上的說明 所以我們立法沒有要這樣子 這些話都會列入會議紀錄 兩天去到法院 法官痛的時候 也會說對 當時立法院在寫這條的時候 地方的老人會 社區發展協會 那種的不是我們定義的 那種的不會叫來 那發言裡面 大家有這個共識 這道有叫提案人說明嗎 有嗎 有叫提案人說明嗎 通通沒有 那他什麼解釋 他又只能照字面上去解釋耶 只能照字面上去解釋耶 黃國昌 你明天要審的案子 你先把他上網 跟外面的學生對 學生直接問你 你做得到嗎 你不要現在當立委 當立委就穿啊 直接教訓學生 哪一條你看得不高興 哪一條黑箱 517啊 牽起門口的群 就是看不到啊 那不是黑箱是什麼 好所以大家很好奇喔 是誰給黃國昌底氣呢